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一峰坐走廊第一天是王一鸣的错 现在接近八百天不解决 是主管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同流合污 我曾经流眼泪 现在我不流眼泪了 我就觉得我虽然说身体弱小 我肯定有一种力量令他们害怕 什么力量 我就觉得是一个正义的力量 现在他们可以在尊严上摧毁我 但是我觉得我坐在走廊上比他们高贵得多 我永远是绵羊是人民医院的员工 白大褂永远会穿在我的身上 我现在就是这么一样子 我是什么钢匯什么滋味 我跟你说我该倒笔头上了 你现在被检查或检查合同了 还有啥速度吗 你今天是关于检查合同 你提出的真理 你卫生局那些一条,不是说要跟你纠错 要纠错,你对这个健康有意义的科技技术,劳动人是中产 这些车前出的那些空风车,这有啥用吗? 不能用的嘛 那就对1月29号以来,对我的庆祖法正式的 1月29号,你没来上班吗? 1月29号,你没来上班吗? 你好上班的呢? 给你,你是比操医生的,你安排这个,就真的是设备的,弄好了的 我还请你去看了的,对不对? 你好像我去看了的,风月中,我还要清晨的加油 你不要都不识不识这个帐嘛,那一封 这个说话都还算讲点识识 你想嘛,医院是一个阻力的发动机构,是不是? 医院关于它单位内部的资工,对不对? 那么医院和你的单位内部的资工之间,你们是一种法律关系 就算可以外部说,就算以前医院有任命,因为以前是朝政国主人 后头你有21期扳主人,但是就目前来说,这些职位都是医院给你的名字 医院现在所有的这些职位都,有医院的话就是现在这些职位都已经给你成销了 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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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最新的文件就是,5月6号已经是结局了平和通 文件了? 文件了,结局的是这个平和通的事情 你看这个人,这个过度医疗,这个是比过度医疗还要严重的,涉险非法形容 它没有我们面样式医院的胸牌 非绵阳市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 穿着白大褂在绵阳市人民医院上班 他就实现非法行业 其实我小的时候挺不喜欢医生的 因为他和病人导教的 后来在我的工作中有一个小孩子 被弹直席 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来不及 我抓了一根捣尿管放在口腔里吸弹 孩子活下来了 在未来我的工作中 很多患者因为我的抢救活下来 他们因为我而活 因为我而减轻了痛苦 我就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挺高尚的 后来我就慢慢喜欢他了 199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从事医学影像的大学生很少 然后就引进到免疫苗市人民医院 从事内科 在当时就发现有过渡医疗 但是那个时候的过渡医疗是很轻微的 仅仅就是说多住两天院 把不该收住院的收住院和检查 在我的行医过程中就是我一直在做一个真正的医生 但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 我和我的同事都要生存 那么就是有一点坚守和妥协 0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以后 王烟民上台 威力速度的管理 给医院带来颈喷式的发展 这个颈喷式的发展带来了什么 是带来了医疗乱象 09年5月 就是一个患者 下肢不舒服 医生就说你有下肢静脉去脏 要做手术 因为年龄大 要做心脏起泊器 保驾火煌 先受住院 先安排手术 后来检查 然后我会诊 参加会诊的时候 确确实实发现 下肢静脉没问题 心脏结构和功能也没问题 这个报告我没有给患者 而那个时候医生 临床医生来了 让我给他写一点点问题上去 我没有配合 在这个时候 医教处 副处长周星 就跑到科里边来 医院就怪我要把医院整垮 我就找医院谈医疗安全的问题 一个人 这些人怎么可以做两个手术 然后医教处副处长周星 把我推在地上 脚踩脚踢 踢在我的骆头上 这个是在当时 到府城区公安局立案以后 委托的法医鉴定 实际上我可以隐瞒 但是我觉得很沉重 我睡不着觉 我就去找王院长 我就说那些暖肠狼肿 子宫肌瘤 不观察就收入院 而且公经验也收入院 他就那么闭着眼 问我 你吃啥 你吃啥 这是09年7月22日 礼拜三的一篇日记 管好科室 是为广大民众的健康安全负责 为社会负责 即使医院领导怎样偏向偏离 我不会改变 这里边也就谈到了 那个症伤人心脏 安装起搏器的事情 我阻止 而且还爱打 爱暴打 2010年上半年 设备一安装的时候 我就傻眼了 这个是05年 160万我都没要的仓库 老款 而且马上下钱 但是后来就一直不让我和这个设备 接住 是一种隔离状态 在2010年的6月13号 那天早上 来了很多很多的人 把设备抢走 抢设备 他们为什么要抢走这个设备 这台设备不仅仅是贵一百万 而且我看了很多东西都不齐全 包括标识 舍先走私 就是因为这些设备 他一直是一块他的心病 才发生了走廊医生 那么多的故事 在2011年的4月份 任命我为一级班主任 几天以后 给我拿了好几张的一个单子 让我钱 我在做病人 我问这个小伙子 是什么东西 他说是空白出库的 我拒绝签字 按理说 当一级班主任 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但是2012年的2月7日 口头宣布超声科主任 又在重演这个口头宣布 一级班主任 这个过程 是不是又要让我 钱空白出库单 我转身就走了 2012年的2月24日 说我不在 构陷了我推诿 换成成情下 这个在员工手段上 仅仅是 是否扣50块钱的问题 而不应该呆港 我就请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一找他就打人 频繁被挨打 在这种情况下 我坐在走廊上 从二楼 到了三楼 最后到了一楼 唯一摩鱼 加工手段中 波嵬 大师就下饭啦 我今天去海儿帮我才发 嗯 对 os 哎 看你有上班啊 天一定要上班啊 天定要上班啊 哦 然后 在上班它要给你打抗筒 它要给你们感情 看来去到我的乘 他说288块钱 我有个金子做的我扒二百八十八 我要取药 我要去我扒成大队 我那些药都是我的啥 他就都是你的 他说我又不是一样 我开这么多人的转子 我说我不要那么多人 他说他给你开的开架 他说那去找医生嘛 我那找哪个 我找人员找哪个 你说给人民减轻负担 减轻啥负担 你去没打就几大倍 那天我们宣传去书个云 五百多块钱 是哪个库 反就点儿来个二十库三 这是人民员吗 是人民员吗 把身体 要有信心 人民员会改好的 回来就是孤孤单单的 儿子工作忙在成都 很少回来 我也不希望他回来 看到我的这个状态 从开始到今天 都不希望一个整大 只希望整改 那么现在王一鸣抓了个后 孩子对我进行打击派害 这个东西是不好教的 我终于在 不管你们认不认为 我还是认为他是事事 打击派害 如果你们就好好认识 不要再过场了 因为搞了两年多八百 零一天了今天 好 还有一个罩主任 那个就是 何军这个事情里面要慎重点了 不要比他辞职 不仅是不作为 而且还同意和无 而且有些事情你们解决了 而且还少点罪过 少点被罪罪 你们也自己救自己 照理 嗯 嗯 嗯 好 再见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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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去卫生局和那个医院 说组织 对这个解拼事件进行调解 调解 调解 在这个就是 所谓的他们 解拼的这个 矿工的几十天期间 发生了 他们主动找我 给我就是秘密评反 医教处副处长 比一级班主任职位还要高 所以南一峰的那么多缺点和奇葩故事 南一峰是不是处罚 不停一直在被踢吧 这挺挺奇怪的 但是给我有一个前提 要让我写 嗯 夸大其词 这四个字 就是我反映的医疗腐败和 医疗乱象和打击破坏问题是夸大其词 我没有违心的写 南一峰反映的问题 一直希望医疗关系得到改善 你的脸还没外 我强烈推荐来的一种工程 这个是耳朵 是 但是这个是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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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你还有一些 对 我看了 你要是开了米线的 你想吗 你马上你走 你走 不要说话呀 要去翻译 穷雄鸡哦 没什么可以扣的 我都不扣你扣什么 穷雄鸡 平台的工况 穷雄鸡的工况是17的 我们都超出点 这些话都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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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解决问题 解决不到问题 我们就下一个 走 我知道我的坚持会带来很多的影响 我的岗位职位我的家庭我都有预感的 但是我的坚持会带来很多的影响 但是我的确是看不下去 不管他们怎么蹂躏我 剥夺我的尊严 我的思想和我的精神是高尚的 我的所作所为是高尚的 这些话都没有 有谈的 他们会带来很多的形独 我都要做了 对 我去找我 你去找我 我去找我 有什么意义呢 我去找我